大家好,我是Miss Cherry 又来到数学教室的时候 今次我们来到小数系列的第五条片 就是关于小数的加减法 在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要订阅、like和分享 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一有新的影片就会立即收到通知 也提醒同学 我们的小数系列之前都已经有出了四条片 如果同学未看 又或者想做一个重温的话 都欢迎去再看 好了,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科题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例子一 7.7-1.32加6.54 在小数加减法里面 它的做法也是跟我们以前做的加减法是一样的 都会由左至右计算起 所以我们会先计算7.7-1.32 无论是做小数加法、减法或者加减法 它的重点都是要对齐它们的小数点 然后这题我们要在7.7后面加0到百分位 变成7.70 然后计算过程就是由最右手边的百分位开始计算起 本身我们有0-2 但是0就不够减2 所以我们要问10分位这一个位 就变成10-2等于8 然后到10分位 6-3等于3 再来小数点 然后就到个位 7-1等于6 计算完头两个数 然后再加上6.54 答案呢 我们就会有12.92 再来例子2 2.6-3.3加4.07 如果以我们刚刚说的由左至右开始计算起的话 我们会计算2.6-3.3 但是2.6是不够减3.3的 怎么做好呢? 我们可以把它们调位 记住数字会连起前面的加减符号 橙色圆圆的-3.3 就会为之一个组别 然后后面的加4.07 也会是另一个组别 那调位呢 就会是整个组别这样调的 那我们就会有2.6加了4.07 然后再减3.3 2.6加了4.07 答案就会是6.67 然后再来减3.3 今次我们也要在3.3后面 补多一个0去到8分位 然后最右手边开始计起 7-0等于7 6-3等于3 等于小数点 然后就是个位 6-3等于3 答案就是3.37 然后到例子3 18.6-括号 5.38-2.16 括号这件事我们在三年班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计算括号里面的算式 现在我们要计算5.38-2.16 做直式的时候又要记得要对齐小数点 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减 没有借位 那我们就会有3.22 然后下一个步骤就会是18.6 减3.22 又是了 由最右手边开始计起 本身就有个0-2 但是0-2 那就要借位 那就变了10-2 然后到十分位5-2等于3 小数点 然后到个位18-3等于15 答案就是15.38 看完三个例子 我们又来一个checkpoint 现在ab有两题 同学又是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完成它们 这个时候你就要停一段影片 当你完成之后就可以继续播放影片 我们一起来对答案 A题 21.61-3.5加5.6 在这里我们有括号 所以括号就要一定计算 3.5加5.6 答案就是9.1 然后再把21.61-9.1 8分位我们有1-0等于1 然后10分位 6-1等于5 然后到小数点 然后整数部分 就有21-9就是12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12.51 然后来到b题 13-16.36加7.63 这一题里面 由左至右的话 13是不够减16.36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调一调位 就变了13加了7.63 然后再减16.36 那13加7.63 我们就有20.63 然后再减16.36 就是由最右手边的8分位 开始计算 3不够减6 那要问旁边这位 那变了13-6 然后到10分位 5-3等于2 然后小数点 再来就是整数部分 有20-16是4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4.27 今天的课堂来到这里 如果同学对我们的课程 都有任何疑问 或者查询的话 也欢迎透过不同的渠道来找我们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